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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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公 當太陽落山,世界變暗時 據說就是妖怪出沒的時刻 世界上沒有怪物這樣的東西 大多人都是如此的認為嘛 歷史上,卻在世界各地 都有無數的人曾經聲稱說 他們看過各種不同的妖怪 到底妖怪是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還是其實它只是某一些生物的基因變種 又或者是它只是人人的精神病 或者道聽途說呢 聽聽下面這些故事 大家應該就會有一點的答案 惡魔猴子的討論是來自於美國的維基尼亞州 只要是維基尼亞州的任何之處 你跟大家講到惡魔猴子這個東西 基本上大家都會知道 當地的政府試圖的忽略這個話題 惡魔猴子的目擊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 不同的目擊者對這個生物的描述都各有不同 通常都會有某一些相同的特徵 包括它的頸部和腹部都會有黑色的毛髮 還有像狗一樣的鼻子尖尖的耳朵 長爪子和牙齒 我不是覺得也有一點像會站起來的狗 有的目擊者說它只有3英尺 但有的目擊者卻說它有8英尺 那以下這隻呢就是惡魔猴被拍到的真實影片 大家覺得是真是假的 2.惡魔猴 惡魔猴呢在維姿百合上面其實就有直接的紀錄了 根據上面說惡魔猴是一隻早期被帶進政府單位大樓裡面的一隻貓 被帶進去的用途是為了對付那些在地下室的老鼠 那一開始呢他們只有把它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政府大樓 白宮以及國會的大廈 後來死後他的靈魂依舊會在這些地方徘徊 在某一次這隻惡魔猴被一名警衛目睹 而這名警衛因此的心臟病發死亡 這件事情就在當地大樓被大肆的傳開來 直到1890年的某一天這個惡魔猴的靈魂又再度的出現 下大樓幾名的警衛 經過了驚嚇後便就是被惡魔猴開槍 這個惡魔猴從此之後便沒有再出現在大眾的面前 大家覺得是真是假嗎 惡希惡魔是美國民間傳說中最著名的怪物之一 他根據他的傳說他是西元1735年 由一位人類的母親所生 由於詛咒這個嬰兒呢變成了一隻有角長翅膀的一個怪獸 那出生之後呢就把他的媽媽給殺了 院校是在新澤西的手術瓶級之地 從那一次之後開始 有一些新澤西和費城的人民們都發現了這隻怪物 當時有各種描述 有人說他有三英尺高 有人說他有六英尺 有人說他有一個公養的頭 甚至有人說他有猴子的手 但是唯一共同的說法 大家都是說他就是用兩條腿走路 有著翅膀還有令人討厭的個性 後來到1909年的1月21號 這一個哲西惡魔就降落在哥林斯武的人所房子的屋頂上 消防員是怎麼用一根水管把他衝下來 並成功的把他殺死 從此之後呢就再也沒有第二隻同樣的惡魔出現 但是呢這個哲西惡魔令大家印象深 網路上還是查得到非常多關於他的資料 他這個傳說呢依舊籠罩著整個新澤西州 大家覺得是真是假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水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奇怪的故事 是發生在1918年的4月30號 在愛爾蘭海岸附近的一艘英國巡邏船 聲稱他們發現了一艘德國的潛艇 而當時呢這個英國的船員發動了攻擊 可是這個德國的潛艇並沒有還擊 突然這個潛艇就浮出了水面 本來以為他是一隻巨大的海怪 當時這個海怪呢就爬上了這個 英國巡邏艇的另外一側 巨大的眼睛盯著他 可以附令人印象深刻的刀裝牙齒 開始攻擊英國巡邏艇的前裝砲 用嘴嘗試把他撕入海浪 當他一看到的時候呢 英國人變嚇壞了 開始掃射開火 在前面即將沉入海浪的瞬間 最終使這個水怪退回海中 就把這次的經歷回來回報給大家知道 之後世界各地也都陸續有這樣子的水怪出現 不曉得這些水怪都是一次世界大戰出現的同一隻水怪 還是世界各地的海人都有各種不同的水怪呢 第五個外星人 外星人相信大家也不用介紹我他是什麼了吧 曾經有人在他家裡 譬如攝影機拍到這樣子的外星人 後續呢就有美國的媒體大肆地報導 並且去採訪這個家庭的後院 他們就嘗試還原了一下 請一個小孩在頭上套件衣服 並且用成外星人這個走路的知識 重新地還原了一下 到底不是只是一個小孩在惡作劇 這個就是影片 我會有些衣服的衣服 我會有些衣服 需要我們嗎 好嗎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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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